在这一边,他说,那一个 maximal number of passengers on the train and the team park 就是我们去游乐园,还有那个游乐园里面的那种小火车 然后就这样走一圈,绕着那个 team park 他最多是30个人 然后,那一个 为了安全起见,那个大人呢 的数量一定要大过或等于小孩的数量 最少要有一个大人陪一个小孩啦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他叫你说用 除了x大过等于0,y大过等于0之外,写两个 inequality出来,所以我的x是小孩 所以我的number of children是x 然后我的大人呢 就是那个 y,这个是y 所以我第一个equation是他们加起来 最多30个 就x加y小过等于30 然后接着呢 大人大过 或等于等来 所以我的y大过等于x 是我第二个equation ok 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ok 呃,我们这一边 我有这两个equation ok 好,我有这两个equation so,我的x等于0的时候 我的0加y等于30 所以我的y等于30 0多号30 是我第二个点 第一个点 y等于0的时候 我有x加0等于30 so,x等于30 30多号0 是我第二个点 所以我这一边有 030跟30 连接起来 是我第一个equation 然后这个,我的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0 然后接着我的x等于15的时候 y等于15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为什么是15呢 我随便放 ok,连接起来 呃,如果你要讲30的话 它是x等于30 y等于30 可以啦 ok so,我的这个是x加y小过等于30 ok 它是属于小过的 小过的是下面 下面 下面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还有 呃,红色的 我就用橙色了 它是大过的 所以大过的是这一边 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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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一样东西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我的大人的数量 一定大过0 小孩的数量也一定是大过0 所以在这一边呢 符合完所有条件的是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 它的答案 所以它答案会是在这一边 好 在这一边呢 它就叫你写两个 equality draw the shaded region 然后maximum number of children 所以 x最大可以是多少 所以我的x最大的这一边 我的x最大的是15 所以是x等于15 所以是15个children 所以maximum是10度 然后它说 它有18个children 然后可以不可以全部呢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x等于18 我这边是x等于18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我的x等于18在这一边 我的x等于15 16 17 18在这边 x等于18是这一条线 它不在我们的那个shaded region里面 所以它不是 所以 no because the maximum number of children is only 15 no because the value of x等于18 is outside the shaded region 这样哦 ok 好 这一题就是这样了 出品 来 i